豪哥上菜 Muric 慶菜 哈囉大家好 我是虎甲汽車阿豪 很快的來到第二支影片 上一集我們有提到 關於這個影片 我們希望用短影片的方式 來呈現給消費者 更容易了解這一台車 然後賣掉的話 我們會馬上修改 以收訂 或者是下架 那這樣子讓你們 就是知道我們現在的庫存的 所有的現況車輛 那當然我們會把 庫存的車輛做影片把它補齊 今天要介紹的這一台 再來是2021年的Mavta CX-5 強調一下BOSS旗艦版 只有旗艦版 它內建有配BOSS的音響 它的2.0的這個版本 其實它分的比較細 它有分成 這個年份有黑焰頂級版 頂級版 黑焰旗艦 旗艦版 那當然等級最高的 就是我們公司 現在介紹的這一台 BOSS旗艦版 那BOSS旗艦版 顧名思義就是有搭配它的BOSS音響 那BOSS音響 這組營用很不錯 以業界車界的四大音響 就是BOSS BNO 柏林 跟 HK BOSS的這個揚聲機 比較常出現在 Mazda這一台車子的旗艦版 正在 我們針對它的重點配備 從外觀一直連升到內裝 來跟你們做重點的介紹 它的外觀頭燈 主要是用LED的魚眼 頭燈跟日行燈 前置有4顆前車距雷達 搭配的是19寸的鋁圈 摸門 電子而後視鏡 後面是那個電動尾門 其實我個人覺得它後這箱空間以日汽車 這種SUV來講算不錯 而且它的後座椅 它是可以安平讓你成為更大的財富空間 這支伸縮的置物桿啊 它可以拿起來 這樣子你就可以變成要載比較大的東西啊 還是要翻箱小床也可以 我們到內裝裡面去 走 旗艦版它最主要它比較好分電的方式就是 它的副駕駛之後它是有配置電動 這兩座座椅它是有座通風雨 傳統的電熱椅在台灣真的用不到 台灣太熱了 通風雨真的就還蠻舒服 它現在這個年式啊 全車型比較有名的就是它的Level 2的系統 全速域自動跟車 車道偏移 自動煞車 車道維持 盲點偵測 然後它有配置一個 只有在我這個角度會看得到的那個 懸浮式的抬頭顯示器 這個真的還蠻科技的 它就懸浮在你的你前檔風玻璃上面 它有蠻多功能的顯示 這個配置真的蠻不錯的 這台車目前的里程數是51,388公里 新車主從當初買新車一直到現在 到今年的4月25號 剛在原廠做5萬公里的保養 5萬公里保養已經做完了 現在是5萬1千3百多 所以下一次保養應該是到 5萬 我這上面有貼 5萬9千3百公里 你才要再做下一次的保養 也就是說 你買回去就現成下來 里程數驚大給我再強調一次 就是原廠保養紀錄 那這個那麼新的車還在原廠保固中的車 你就一定會有原廠保養紀錄 如果沒有正常規律的保養 還是說 創盤就是喪失原廠保固 沒有人在買這麼多錢的車去喪失原廠保固 它的原廠保固這一台是2021年的3月份的車 所以它保固到明年2024年的3月26號 原廠保固新車保固就是所有非人為性損耗 全車保固 只要不是你以前人為產生的 東西壞掉你就都要背心的給你 所以說買中古車如果有 就算真的有剩下一個月 一個月就好了 的新車保固一定要撿那車 因為買回來 一個月真的有問題你會去發現 你還不用錢 不然你買中古車很多就是 買回去這個消耗品 那個消耗品 說比較難聽的就是 給你花錢了 那就是消耗品 對吧 所以我剛剛有新車保固 又是另外一個層面的印加寶藏 我想大家 還是最關注這一台車 到底要買多少 買多少還是重點吧 車子很漂亮 應該影片你們大概瞄一下就知道 我們這一台車的現場開價是95.8萬 那我們相關網站上面的 特惠價就是92.8萬 那也在YT正式開始在祈禱 在推這些相關影片 以YT裡面的網友 我們在特別優惠 廣護價 再扯1萬8 也就是說 只夠91萬 91萬 也只能是現YT影片下方的資訊欄 直接私訊我們的小編 然後做預約賞車動作 就可以享有這個YT的特惠價格 我再補充一點 這個車子是屬於三年內的新中古車 如果你們有貸款上面的需求的話 中古車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它可以做全額貸款的送服務 另外也能承辦新車低利率的這個優惠動 如果有需要到現場賞車 我們會現場試送給你們看 讓你們知道 買這一台車有多優惠 以上 謝謝 希望我們下一期再見囉 拜拜 小騎車 好